《阿玛塔拉》 阅读 《我爱博物语》 《我爱博物语》 我也喜欢洋语 《法通美是个美丽的姑娘》 《我爱博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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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上海第一医院活跃的勤奋的医生 她有一个未婚夫 她的名字叫阿布图拉 阿布图拉在本市旅游局工作 她是接待部门的经理 有计划她的英قد古语和法学 她精通洋语和法语 derivativeły Veg finish 你知道法图曼怎么认识他的未婚夫吗 阿布图拉是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的语语 有一天阿布图拉带着外国客人参观上海的医院 他认识了法图曼 法图曼接待了外国客人并陪同他们参观 当时阿布图拉用央语给外国客人翻译 他确实在翻译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因为他不太了解医学 他走进了他并对他热情地说 我认为你在翻译方面太累了 你休息一会儿而我给客人翻译 你觉得怎么样 我按着别人帮助你 你在我旁边帮助我 我发给阿布图拉带着 阿布图拉带着 阿布图拉带着同意了这个 发图拉带着 发图曼开始给客人翻译 访问结束了 客人们很高兴 很感谢 阿布图拉带着发图曼说道 感谢你的帮助 我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吗 发图拉带着发图曼说 非常乐意 因为我也喜欢英语 补充词汇 发图拉带着发图曼说道 感谢你的帮助 语法21 不及物动词 及物动词和编语 一 孩子正在睡觉 课程结束了 客人们在大厅里休息 发图拉带着发图曼说道 已经读了报纸 老师在他的家中吃饭 学生在学书 学生们在越来市做作业 老师教授我们阿拉伯语 我们问了老师 许多问题 阿拉伯语法 经常听音乐 我说 同学们练习绘画 上述四组句子都是动词句 各组句子中的动词各有特点 第一组句子中的动词配上主语就能表达完整的意思 这类动词叫不及物动词 第二组句子中的动词除了需要主语外 还需要一个长寿动作的名词 才能表达完整的意思 这种动词叫做即物动词 长寿动作的名词叫宾语 宾语在句子中处于宾格 第三组句子中的动词均有两个宾语 这种动词叫即两物动词 第四组句子中的动词不能直接作用于它的宾语 它需要一个特有的介词 这种动词叫间接即物动词 它的宾语由于受到介词的影响 在句子中处于属格 我们在记忆这些动词时 一定要连同它搭配的介词 一起记忆 语法练习 不即物动词和即物动词有何区别 将学过的动词按语法中讲到的四种情况 整理分类 找出下列句子中的即物动词及不即物动词 在悠久的历史中 阿拉伯语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课程结束后 学生们回到了宿舍 尝试发现和总结阿拉伯语单词的规律 阿拉伯语世界使用的阿拉伯语 包括标准语和方言 你必须在一周结束前记住这些单词 用合适的动词填空 发展望看到很多有关古代尼罗和文明的信息 他父亲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工作 你觉得游规律一和圆怎么样 你觉得游览一和圆怎么样 按你说着做以上 一切阿拉伯作家更喜欢用方言写对话 当我们看到阿拉伯语的教授的时候 能否请他参加我们的交友 我们必须始终 用阿拉伯语的教授的教授 用合适的冰语填空 阿拉伯语填空 学生将课程总结得很好 教授教授教我们阿拉伯语 本课包含许多图片 阿拉伯语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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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单词 阿拉伯语填空 用不集物动词和集物动词各造三个句子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